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重磅话题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为越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苏林 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展示了中国对越南的高度重视 两国领导人在正式会谈中 讨论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合作 签署了多项双边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 苏林的访华 不仅深化了两国的友谊 还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然而 有媒体报道 央视新闻在报道中 却全程使用远镜头和空镜头 习近平的近身画面完全缺席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其实一试之后就有近镜头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广场上 晨光细微 阳光透过云层 洒在红色的地毯上 照亮了这个庄严的时刻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站在队伍前端 目光坚定 迎接他的同行者 越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苏林 这是苏林上任后的首次外访 选择中国 显示了他对中越关系的重视与期望 新华社记者捕捉到了这一刻 苏林在广州短暂停留 参观了高科技企业和经济开发区 身为中国的创新和经济成就 感到惊叹 苏林表示 越南希望借鉴中国经验 推动自身的经济腾飞 广州作为中国的南大门 是中越经贸交流的重要枢纽 苏林在这里的形成 显然具有深远的意义 当两位领导人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进行会谈时 双方都表达了对中越关系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指出 中越两党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和广泛的共同利益 双方应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 携手前行 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苏林则强调了 越南对中越关系的期望 希望在各个领域深化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 央视新闻报道了整个欢迎仪式 并对会谈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习近平表示 中国和越南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 和广泛的共同利益 习近平强调 两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 有相似的目标和任务 应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这次访问 不仅是一次高层次的政治交流 更是深化两国友谊和合作的重要契机 苏林在会谈中 也表达了对中越关系的高度重视和期待 她表示 越南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愿与中方一道 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苏林特别提到 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友谊 希望两国人民能够世代友好 携手共进 此次会谈涵盖了中越关系的多个方面 双方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领域的讨论深入而广泛 习近平提出 中方愿意在基础设施建设 科技创新 农业合作等领域与越方加强合作 推动两国经济共同发展 苏林对此表示赞同 并希望双方能够在更多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造福两国人民 会谈结束后 习近平与苏林共同出席了签字仪式 见证了多项双边合作协议的签署 这些协议涵盖了经济 文化 教育等多个领域 标志着中越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央视新闻的报道中 全城都才远镜头拍摄 显得更为庄重和神秘 此次苏林访华 不仅是一次高层次的政治交流 更是一次深化两国友谊和合作的重要契机 通过这次访问 中越两国不仅在政治上达成了更多共识 也在经济 文化等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相信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 中越关系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在会谈中还特别强调 两国应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苏林对此表示赞同 并愿意与中方一道 为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的这番话 不仅明确了中越合作的方向 也为未来的合作定下了基调 下午的北京 苏林与中国其他高层领导人 继续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苏林的北京之行 无疑更具政治意义 在这里 他不仅与习近平举行了会谈 还将与其他中国高层领导人进行交流 探讨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 这次访问的背景 是中越两国近年来 在多个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 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 贸易 投资等方面 都有着广泛的合作项目 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 中越两国在交通 能源 通信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 例如 中越两国共同建设的跨境铁路项目 不仅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人员和货物流通 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做出了贡献 此外 两国在农业 渔业等传统领域的合作也不断深化 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每一个合作项目的背后 都凝聚着两国人民的智慧和汗水 是中越友好关系的真实写照 新华社的报道提到 苏林在广州的行程中 还特别参观了黄花岗72烈士墓 向坐落于此的越南爱国烈士 范红泰之墓 进献花圈 随后 苏林前往位于广州文明路的 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就职参观 近百年前 胡志明曾在此创办 越南第一份 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纸青年 为越南共产党成立 及革命干部培养 做出重要贡献 苏林在留言簿上写下 祝月中有意世代相传 万古长青 在这个历史厚重的地方 苏林的字句显得尤为庄重 表达了越南对中越友谊的深厚感情 此次访问 是一次对历史的回顾 更是一种对未来的期许 陪同苏林此次出访的 还有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杜文战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组织部部长黎明星等人 他们的到来 进一步展示了越南对中越关系的高度重视 有媒体报道 央视新闻在报道中 却全程使用远镜头和空镜头 习近平的近身画面完全缺席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其实一试之后就有近镜头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习近平与北京人民大会堂 迎接访华的越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苏林 为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这不仅展示了中国对越南的高度重视 也象征着两国之间深厚的友谊和合作关系 欢迎仪式结束后 习近平与苏林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了正式会议 讨论了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 习近平在会谈中提到 中越两国在社会主义这建设道路上 有着相似的目标和任务 双方应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他强调 中国与越南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和广泛的共同利益 习近平希望通过此次访问 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 推动中越关系迈上新台阶 苏林在会谈中表达了对中越关系的高度重视和期待 表示越南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愿与中方一道 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苏林还提到 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友谊 希望两国人民能够世代友好 携手共进 会谈中 双方还就具体的合作项目进行了深入讨论 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在基础设施建设 科技创新 农业合作等领域与越方加强合作 推动两国经济共同发展 苏林对此表示赞同 并希望双方能够在更多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造福两国人民 此外 习近平还提到 两国应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苏林对此表示赞同 并表示愿意与中方一道 为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做出积极贡献 会谈结束后 习近平与苏林共同出席了签字仪式 见证了多项双边合作协议的签署 这些协议涵盖了经济 文化 教育等多个领域 标志着中越合作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次苏林访华 不仅是一次高层次的政治交流 更是一次深化两国友谊和合作的重要契机 通过这次访问 中越两国不仅在政治上达成了更多共识 也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相信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 中越关系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苏林上任后的首次外访选择中国 凸显越南对中越关系的重视 他于访问期间 参观了广州的高科技企业和经济开发区 了解了中国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最新成果 并希望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 推动越南的经济发展 在北京 苏林不仅与习近平举行了会谈 还将与其他中国高层领导人进行交流 探讨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 这一访问背景下 中越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 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方面 都有广泛的合作项目 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取得了显著成果 例如中越两国共同建设的跨境铁路项目 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人员和货物流通 为区域经济一体化 做出了贡献 两国在农业、渔业等传统领域的合作 也不断深化 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此次习近平与苏林的会谈 无疑将进一步推动中越关系的发展 两国领导人均表示将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实现共同发展 苏林的访华之行不仅是一次外交访问 更是一次深化中越友谊 推动两国合作的重要契机 通过这次访问 中越两国将进一步巩固友好关系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中越两国近年来的合作关系不断深化 习近平与苏林的这次会谈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两国在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比如 跨境铁路项目不仅促进了两国的人员和货物流通 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做出了贡献 这样的合作关系无疑是互利共赢的典范 哈喽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 你提到的合作听起来是挺美好的 但我们不能忽略一些事实 比如 中越两国虽然在经济上有合作 但在南海问题上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越南在南海问题上一直对中国持强硬态度 这种局面下的友谊是不是更多的是表面文章呢 谢琪琪 你说的对 中越在南海问题上确实存在分歧 但这并不能完全抹杀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成果 这就像你和邻居可能因为篱笆的问题吵架 但并不妨碍你们一起举办社区烧烤派对 更何况 两国领导人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分歧的努力 也是值得肯定的 楚天书 你的社区烧烤派对比喻倒是挺有趣的 但现实可要复杂得多 你提到的对话和协商 实际上有时更像是大象与蚂蚁的对话 越南在很多情况下 不得不在大国博弈中寻找自己的平衡 而且历史上我们也看到过类似的情况 比如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 当时看似亲密 实际上矛盾重重 谢琪琪 我知道你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有深刻的理解 不过 我们也不能忽视中越两国在历史上的友好关系 比如 越南的胡志明在中国的帮助下进行了革命 并且两国在抗美战争时期也是坚强的盟友 这种历史渊源为今天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且 越南领导人苏林在访华期间多次表达对中越友谊的重视 这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楚天说 你说的没错 历史上的确有很多友好的例子 但别忘了 历史同样充满了背叛和利益的博弈 就像你提到的胡志明 虽然他在中国获得了支持 但之后越南也出现了对中国的不满和反抗 这说明国家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像越南足球队对中国队的比赛 有时候是友谊赛 有时候却是针锋相对的对决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倒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倒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